感谢主 弟兄姐妹 晚上好 我真是很想用广东话来讲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就是我们要 借力追求 那个字是借力是吗 谢力追求 是在菲律比书第三 十二到十四 这个信息我在哪里收到的呢 最近我有去这个印尼 就去这个Bedan跟Prastagi 我就去五天 21号到25号6月 然后我们去那个地方是要 参加一个什么营会呢 所以我们参加一个EG Camp Encounter God Camp 那个Encounter God Camp 是22号到24号6月 手机班就是那个参加者 老老孝孝都有啦 年轻人比较多啦 就差不多有40多位在我们当中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团队了 我自己 然后有这个Aaron Lee 然后有Peter 然后Pastor Koon跟他的太太就是印尼啦 健健 然后健健的妈妈 然后有这个是Alice 然后有 诶 那个是谁了 有一个是 因为说我眼睛看不清楚 还是多出来的 哦是 那个是Chelsea 然后还有一个是夜花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团队 接待我们的就是这个 Stream of Joy Stream of Joy是他们的分堂 他们有一个Stream of Life的教会在Zagata Medan是他们的Stream of Joy 是一个分堂 然后他们还有开多一两间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有几间教会 我们的团队在马来西亚去的是包括我们 我们庄家福音堂有Subank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是在Subank 然后都是有Full Gospel Church Johobaru的人 所以有三间教会喝起来一起去 去陪他们 来 我们继续看 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Camp Site 蛮大的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传统教会 我忘记了是什么名字 他们有一个Denomination来的 蛮大的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建筑 在里面就 我们就在那边 举行这个Camp 然后就都是蛮美的 有山有水 蛮不错 然后在这个Prastagi这个地方 是蛮高的地方 有这个火山 然后就很冷的地方 以前我有去过两次了 来 继续看 这个就是你知道了 我这样大致是因为喜欢吃嘛 我去到哪里我只是蛮享受他们本地吃的东西 当然在Camp我们就没有吃很好啦 就比较简单的 他们的Camp那边蛮便宜 他们是三天两夜差不多百多块我们的钱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找不到 最少都要300多块 包吃 包猪 包到完 百多块 所以蛮简单的啦 我们吃的 这个是早餐 他们的Nasi Lemak 我就很久没有吃这个咸鱼了 哇 在那边真是 哇 一流 他们的咸鱼泼泼了 然后炸出来的 哇 我真是吃了一块又要吃一多一块 慢慢吃 慢慢咬 蛮不错 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吃了 然后那个是我们的下午餐 我跟你讲啊 我眼睛开到几次了嘛 有时候我拿东西我看不清楚 你看清楚我拿到什么 那个鱼我看到蛮大块不错 我就拿了 然后我要吃的时候才知道是鱼头来的 没有肉 还有另外那块啊 看到是在汤里面的 我看到好像一块肉这样 我就快点拿 为什么没有人拿呢 我就拿 拿了 后来你知道吃什么东西吗 有人跟我讲 哎 你喜欢吃这个啊 闷光来的咧 拿来调料 调味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蛮好玩的 哈哈哈哈 然后当然了 这个是最后一天的CAM了 就 不过我真是我跟你讲 我没有complain 那些 我这是可以的 你给我很好吃的吃素 我都是可以 你给我简单的 我都是可以的 Amen 好 ok so 然后 当然了 就回去美丹的时候 就吃很丰富的 就是特别我拍到这个bobo cha cha 他们的bobo cha cha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有水果的 在里面 都是蛮不错 然后当然了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有吃 就没有 没有机会放在这里给你看了 然后当然了 像他们的榴莲 那时候是durian season 他们的榴莲是好像我们的kampong榴莲这样 不是好像我们的ddd那种 还是猫山王 我们直接吃几包就饱了 在那边不会的 你吃吃吃吃不会饱的 都是可以体会到不一样不一样的味道 蛮不错 ok so这个是讲到吃的 然后当然了 去到那边 我第一个事情问神是 主啊 你要我看什么 你要我听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 在这个地方 就 神就给我看到一个异象 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吗 谁知道 在马来西亚的 对啊 Binang Hill啊 我就看到一个这样的火车这样 我们就好像在火车里面 就那个火车是在一路上一路上这样 就 不过我们还是不是看前面 我们是看后面 你一路上当然你要看前面 所以我看到有一班人在那边 不是看前面 不是好像向前跑 只是看后面 一路要抓住那个旧的事情 还是以前的事 一路看后面 所以我就问神 这个是什么意思 当然神会给你一段圣经节 神所给我的圣经节就是这个咯 Amen 就是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来我们看 请度 Amen Amen 这个是英文的 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就好像一个赛跑这样 当我们跑着这个赛跑 当然我们会遇到种种种种的问题 种种种种的挑战 至少像这个人这样 就要跳过去 很多那些合得 然后最重要的在一个赛跑 我们要尽力去追求 不可以讲好像散步这样 慢慢散步 你肯定输 赛跑来的咯 不可以你好像去散步这样 这家城市要献力追求 要为了什么 要完成那个赛跑 到到已经成了 好像那个人这样 OK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到的 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是好像一个赛跑这样 当我们还没有去之前 平常我们就为整个赢会祷告 所以我们有一班马来西亚的团队 我们是会为整个赢会祷告 看神有什么话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先生我们就看到一些黑影来 好像有一个风浪要来 后来继续祷告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黑影清掉了 就光出来了 就没有风浪 后来我们就有收到一段圣经 在这个 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 大家还记得那段圣经讲什么 神的灵在我的身上 耶稣讲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他要医治那些被伤的人 然后他还是要去释放那些被掳的 被监在监牢的 宣告神的洗年 Amen 所以这段圣经 我们常常是在这个EG Camp用的 因为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工作 神要做在这个Encounter God Camp 神就在那个时候跟我们讲 他要做这些工作 在Medan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姐妹 就看到很多那些教会的Member 有很多墙壁 割住 很多墙壁 就好像他们就是 有那个 这个 隔离这样 就很多墙壁这样 一个个墙壁好像 隔离 隔离 然后神就给他一段圣经 在罗马书第六章第1节 就讲到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神的爱隔离 OK 所以我们所收到的是这样 这几句话 然后等一下我分享下去 你就明白了 然后我们就去 今天我所跟大家分享 是Part 1罢了 还有一个Part 2 Part 2是下个月我会来 Part 2我才分享Part 2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黑影 所以我们还没有去的时候 我们的队长就出事了 平常是班川跟他的太太也带队的 他就 Dr.冠就知道什么事情 看了Dr.冠几次了 然后他真是啊 病到躺在那边不可以动 怎样要去 他起来都好 坐在那边不久 又躺在那边 这个是很忠心的仆人 他有病都是去哪里都知道 继续服侍的 不过这次不行了 太严重了 去外国不行 所以我们所带队的牧者去不到 所以我们下面这些班就要带队了 这个是第一个拦阻 另外是什么呢 我都考虑到要不要去 因为什么 我的儿子 我的媳妇要生了 都是差不多那个时候 二十多号 这个六月要生了 我是想要不要去 人家去了 他生了我就看不到嘛 不过后来 祷告了神这样讲嘛 就去咯 放下 不过感谢主了 我回来 我回来 我还记得是 回来是 二十五号 他是二十八号生 我还是 他在Colombia生 他在里面那个 Labor room 他生出来 哇 他的声音蛮大 我在外面这样远 都是听到 我这个孙女 以后讲到不用卖的 我还要用卖 他在家一哭啊 整个家都是听到的 厉害 还有什么呢 那时候我的partner 一个partner 进医院开刀 都是同一个时候 二十多号 然后还有什么呢 二十号那天我还没有去 二十一号我去嘛 二十号那边 我的太太在楼上跌下来 我跟你讲啊 我的家 那时候 我就 起高一点 所以我的楼上 你下去啊 一个L这样 你下去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这样下的 所以我的太太啊 要下去的时候 跑第一步罢了 他的脚软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脚软 一软就下去 创那个墙壁那边 然后创了又下去 创另外那个墙壁 就坐在那边 所以很感谢主是什么呢 他不是滚下去的 他是走下去的 他好像整个发生的时候 好像slow motion这样 他有时间走下去 很快很快 他创到啊 他这个collar bone已经断掉了 他创到那个墙壁 collar bone已经断掉了 我就想 很多 我的团队就想 魔法应该去不到了 我的太太楼上跌下去了 我就带她去看楼的罐 我的罐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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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没有什么 ok哦 断到很美哦 断到很美哦 断到断到很美了 很快就会给你接回来的 然后啊 我的太太同一天啊 晚上有个宴会 他就出席了 好像没事这样 同一个宴会就出席了 跟我一起出席了 都没事了 可以去了 感谢主了 这部里有什么拦阻了 神的原点是够的 我们知道 肯定知道 神已经讲了 会有黑影来 不过 不怕 会青的 会bright的 黑影会过的 最重要我们要完成 神所要托付我们的工作 不理面对一些什么挑战 不理面对一些什么拦阻 如果不是我就带不到这个信息给大家了 在生命中肯定有了 在我们赛跑中肯定有一些拦阻 肯定有一些挑战 来我们继续看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继续尽力去追求完成那个路程 来我们看 当然 来我们读这段圣经 就是那个时候在这个圣经 有讲到 你要赛跑是为了什么 每一个人赛跑 都是有要 这个 要掌想 然后要追求到 那个什么 讲讲了 那个奖赏是什么 最后 我们要到 哎呀 那个字是什么字了 不好意思 我话语不是讲好 那个goal是什么 goal是什么 目标 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奖赏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完成那个赛跑 就我们看一段圣经在启示录 第三章二十一节 来请 得圣者可以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 正如我 得圣后与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 Amen 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要建立他的国在这个地上 然后 我们有机会跟耶稣一起同坐王 圣经有讲 如果你是忠心的仆人 你有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他有可能会给你两座城去管理 有一些是三座 还是四座 Amen 所以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要成为得胜者 就好像这段圣经所讲的 好像耶稣的比喻 耶稣都是得胜了 坐在天父的宝座 Amen 所以你跟我有这个机会的 不过我们要成为得胜者 靠着耶稣 可以不可以 你有没有耶稣 有啊 所以你可以做得胜者吗 肯定可以啊 条件是什么 对啊 简单啊 耶稣 已经全得胜 我们每一个人有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靠着他 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在这个世界我们 不一定可以做 Montribus 不过当耶稣来 你跟我全部有机会 Amen 我们不单单是管理世界 我们要管理整个宇宙的 Amen 条件是你要成为得胜者 要胜过我们的罪恶 Amen 胜过世界跟他的引诱 胜过撒旦魔鬼 三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第一是我们的自己 我们的肉 那个老我 属肉体 第二个敌人是世界 第三个敌人是谁 撒旦魔鬼 Amen 耶稣已经全得胜 你跟我靠着他 都是可以 Amen 来继续看 那个就是我们的 长想 以后我们有一个冠冕 神会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冠冕 OK来我们就 我在这里要介绍给大家 这个EG的是什么 我们EG做什么 所以有参加过Encounter God Retreat 你们这里有参加过吗 没有喔 没有参加吗 OK 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前辈的 什么是前辈的救恩 我们相信我们所传的是前辈的福音 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前辈的救恩 所以这个前辈的救恩是包括什么 是包括五个应许 那这五个应许 耶稣是透过他在实际上所完成的 今天你跟我才可以领受到这个五个应许 是靠着耶稣所死在实际上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升天 Amen 所以这个是所有都是耶稣所做的 我们按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是永生 Amen 所以为了耶稣所做的在实际上 你跟我今天可以领受永生 然后第二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致 得到更新 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个节给你听 第三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离开咒诅 领受祝福 第三 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 得到能力 这个是第四 第五 我们可以迎接神的国 这个最后这个字 永远的荣耀 永远的荣耀 一共有五个应许 最后那个第五个 当然要等耶稣才来 在这个目前我们得不到最后那个 最后那个是指示发生呢 等耶稣来的时候 来我们看一看 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那个前辈的救恩 第一是讲到永生 你们的永生的观念是什么呢 所以 你永生对人来讲是什么呢 永远的生命 好像生这样的生命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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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是什么 姐妹 永生是什么 E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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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Eternal Eternal 威武生 Forever ever 感谢主 So 我跟你讲 以前我的观念 我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 我是讲 接受了耶稣 我有永生 以后我死了就上天堂 上了天堂就永永远远 跟耶稣住在一起 以前我的观念是这样 永生就是那个 好像弟兄都讲 不会死 以后就是永远跟耶稣在一起 不过最重要是 圣经如何讲 我们看一看 什么是永生 我们看一段圣经 来在耶和一书 来请读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他 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Amen 所以这个永生 这里讲是什么呢 永生是在谁的 谁的里面 耶稣啊 所以你有耶稣 你就有永生了 永生就是耶稣的生命了 所以永生只是发生 不是等你死的时候就开始 是先开始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是 等我们死了才开始 跟神 有永生 跟神永永远远住在一起 不是 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 你已经有那个 永生的生命 Amen 你在这个世界可以活出 那个永生的生命 有一天你死 继续活在天上 Amen 有耶稣就 有 永生 OK 就是 永生就是 耶稣的生命 OK 还没有看这个 我觉得 这个蛮重要的 平常我们在Camp 我们就会 确定你有没有永生 怎样知道 耶稣如果你没有永生 就免谈了 你参加这个Camp 没有意义 你没有永生 你就得不到 那五个应许 Amen 你就根本 得不到那五个应许 你先开始 是要什么 要确定 你有没有永生 怎样知道 怎样知道你有没有耶稣 不是 怎样知道你有没有耶稣在你里面 有吗 你有耶稣吗 感觉到 怎样感觉到 耶稣的生命 是靠 是感觉到 还有谁呢 你怎样知道你有耶稣的生命 要确定 你不确定 怎样好 Amen 你肯定吗 如果不肯定今天 你就要接受耶稣了 怎样肯定 我给大家我自己的见证 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是很坏蛋的 大家知道 我那个时候 87年 86年我毕业 87年我就正式做lawyer 那个时候87年 你知道出来要成功 要快 我老板那个时候 他肚里本病 都是训练我 他老了吗 要训练我做PR work 跟顾客 去喝 去什么 吃 都去很多地方 男人不应该去的地方 我那时候什么都来了 喝酒 喝到怎样回家都不知道了 那时候不很喝 wine 那时候很喝brandy的 一支我跟你讲啊 brandy啊一支啊 你没有喝完啊 一个人喝一支 你不可以回家 真是这样糟糕啊 然后我们去那些地方 好像Bahao啊 我们Bahao有office 你要回来啊 你怎样回来 我就不知道 很危险 有一次我驾车 去到一个地方 我停 开门 看看 这个是什么地方 然后上车 又接去跑 这样都有 回到家 没有到我的房间 就躺在那个 sofar那边了 我还没有结婚 我的妈妈真的很关心 很烦恼 那个儿子 这样来搞 蛮危险 不过感谢主啊 后来二十多岁罢了啊 你这样 不过我都是蛮勤劳的咧 做工 你当然找我啊 有时候我坐到十点 晚上的在office 你要找我 你来 要电话去office 我应酬很厉害 我做工都是很厉害 他都离不病 很喜欢我那时候 不过我没有照顾到身体 二十多岁心脏开始有问题了 就是透过这样 我接受耶稣 我就跟耶稣讲 喂 我生多岁罢了 我还没有结婚的咧 你朋友那时候有啊 还没有结婚的咧 我这样就完蛋了 哈哈哈哈哈哈 后来我就 我的爸爸 我的uncle先 他的爸爸先 第一信主的是他的爸爸 然后他的爸爸就带领我 最小的uncle信主 然后我的最小的uncle就带领我的爸爸信主 然后就到我们咯 在家 所以我信了主啊 我跟你讲 以前我的脾气很坏的 我门都可以打烂过一个的 我是打功夫那种的 你知道吗 marshall art的哈 现在不行了 哈哈哈哈 现在要站 都是站不稳的 你推一推我 我就倒掉 哈哈哈哈 所以 我的脾气蛮不好啦 哈 然后我喝酒很厉害 或者我信了耶稣啊 哎没有啊 我信了耶稣改变了咧 没有喝酒了 温柔了 你的家人看到吗 你的家人 那个你最亲的人 你骗不到的 你有没有改变 骗不到的 他们全部看到 外面的人 有可能你可以骗到 你最亲的人 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走不到的 他们看到 你有没有改变 耶稣 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 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耶稣讲 就是已过 全部变了 新的了 你有没有接受耶稣 你不要问你自己 你问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 生命有没有改变 他们有没有看到耶稣 还是你的老样子 当然啦 要慢慢了 OK 成长 Sanctification is a process 洁净是一个过程 不过很明显的 会看到你有那个改变 Amen Amen 有没有 没有 你有快点 找多个关啊 这样多年还是那个老样子 就麻烦了 就快点找多个关 我要接受耶稣 你却是带领我 OK 这个蛮重要的 不是跟你开玩笑了 不要等下 有一天你知道 要回天家 回天家的 回不上去 回不到去就麻烦 Amen 这个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呢 一字跟更新 我们看 另外一段圣经 一字的更新 来 再等John 来 请读 亲爱的弟兄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康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Amen 所以这里 耶稣要我们凡事兴盛 健康 身体健康 灵魂健康 我们的身体是包括 我们这个人是包括灵魂体 耶稣要我们灵魂体 都是 心圣 Amen 不过在我们的生活中 肯定有一些伤 特别是关系 那边 父母跟儿女 丈夫跟太太 有时候我们的话语 我们的行动 会伤到对方 Amen 都是很多时候 有皮脂受伤 Amen 当然都是有很多病痛 这个是身体的 受伤 都是有 所以在这个Camp 我们都是要帮助你 被遗兹 特别是在内在遗兹 我们情感里面的伤 我就给大家一个见证了 当然我这个 不是在Camp里面得到遗兹 不过Camp里面 我们会包括做这些 遗兹的工作 更新的工作 所以我还记得有一年 你知道我的爸爸是赌博的 他赌博很厉害的 他以前赌到 我的脚车是我的叔叔买给我的 他就拿去当 那时候我知道他要拿去当了 赌到很厉害 我就锁到好好 他还有办法帮我拿去当掉他 还有什么 那个电视机 都是Zlink的爸爸给的 那个小车是 那个最小的叔叔给的 那个电视机都不是他买的 他还是拿去当哦 还不够 还去找我那些 同学的爸爸借钱 讲好 有这样的爸爸你要吗 那时候我还没有清楚 你有这样的爸爸 我真是不要认他 我不敢跟人家讲 这个是我的爸爸 赌到蛮没有顾家 我妈妈真的很辛苦 要养我们 靠着我妈妈 不过 讲都好 第一个新主的在我的家是谁 我跟你讲 不要看那个最坏蛋 我跟你讲 对坏蛋那个 有可能就是 是在你的家第一个姓主 是在你的家第一个姓主 那个就是我的爸爸哦 是我的另外那个叔叔传福音给他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那时候我的爸爸堵到啊 给麻烦我两个叔叔哦 一路要跟他们讨钱啊 后来我就 那个时候我出来做lawyer了 我就找一个ASP啊 很熟啊 警察啊 我给到ASP 我的爸爸的照片 这个人啊在哪里哪里堵博的地方 你去帮我控告他 不要再去赶架我的叔叔 那ASP真是抓他进去 进去 我这样的儿子都有啊 那时候我的爸爸都是给我踢出去的 在家被我踢出去 这个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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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怎样都好 有一天真是警察去抓 他们堵博的地方 不是我搞的啊 不是我啊 不关我的事啊 一般警察去抓 他就跑上屋顶 然后他跟那个警察 两个都跌下来 就进了医院 那个脚在那边掉着我 在那时候就 我的长老 跟我的叔叔他们 就去跟他传福音 他就接受了耶稣 Amen 然后啊 我看到生命改变哦 后来我就让他回家咯 Amen 然后我的爸爸一回家 他带耶稣一起回家吗 就我们一个个就信主咯 Hallelujah So 我就是要感谢我的爸爸 Amen So他可以开始 然后啊 我们里面那些伤还没有解决的 虽然是这样 我们还没有真是和好的 里面那些创伤需要被移植的 如果今天啊 你有骨断了 你不移他 你一世人就会拎兵这样 跑到跑到不美 你不去移他 如果我的太太那个骨 没有好好处理都是 所以我们里面的伤痒呢 看不到啊 里面那些受伤痒呢 Emotional hurts 都是要移植的耶 我们跟那个人的关系 不会好的呢 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移植 Amen 有一个隔离啊 有一个窗壁 墙壁 就是那个姐妹看到那些窗 墙壁 隔离我们 Amen So 有一天神就感动我 叫我的妈妈 最受伤的不是我 是我的妈妈 就叫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我自己 三个坐在那个dining table 我还记得 我们就披子原谅 披子原谅 披子原谅了 后来就打披子祷告 那天神就移植我们每三个人 Amen 然后我们就和好 我跟你讲啊 弟兄姐妹 雅各苏讲嘛 当我们披子原谅 披子祷告 神就做一致的工作啊 Amen 这个就是神带领我们做的 在那一天 After that啊 我要我的爸爸的爱了 以前我拒绝他 拒绝他 后来我真是跟我的爸爸的关系 恢复好 我很开心 可以跟他有这个爱的关系 我这样多年没有试过的 没有试过的 我到那个时候是 我看都是蛮大了 我忘记几多岁 不过很可惜 我跟他恢复好 没有到两个月 神就带他回去 回天家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我还在外面 我的弟弟就call我 爸爸不行喔 我就叫他 call ambulance 我隔壁市医生叫他过来 我就冲回来的时候 我一路在那边祷告 天父你不要带他走 后来神讲他要带他走 我跟你讲 我家那时候哭到半命 我很不舍得我的爸爸走 我真是很不舍得 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有讲这个见证呢 我不知道你们跟你的人的 你们所爱的人的关系是如何 不要等 不要等 批子言量 神今天要做一次的工作 要移植你们里面的伤 要恢复你们的关系 不要好像我这样 等到最后 感谢主我还有机会跟他和好 还没有走之前 我还有机会跟他和好 我们不知道我们身边的人几时走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几时会走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 你有你的身边的人 你所爱的人 你跟他的关系有 出问题 我劝你不要等 Amen 找他们批子言量 批子祷告 神要移植你们 神要恢复你们的关系 Amen 我还记得在这个Camp 我分享了这个见证 有一个年轻人 他的爸爸 四十多岁 还是不是 五十 差不多五十了 新疆病死了 他跟他的爸爸的关系没有恢复好 他听到我这个见证 他的爸爸已经死了 他哭到半命 他哭到半命 所以最后一天 原来说我是陪伴他的 他就找我 Brother 你可以代表我的爸爸吗 为我祷告 我以为他祷告的哭到半命 我相信他的爸爸看到 Amen 在天上看到 Amen 这个下个月我会分享 OK 所以我鼓励你们 不要等 OK 我们不知道我们身边人几时去咧 我们都是不知道我们几时去 OK 所以这个是遗志 然后还有 还有时间吗 现在几点 9点半 还没有到9点半 OK 所以这个就讲到什么呢 在咒诅被释放 然后得到祝福 就这个多都是有我的见证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就蛮糟糕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还记得 1990多年代的时候 就是很兴那些 charismatic movement 很兴那些跑灵界 然后都是有做很多那些属灵的战争 spiritual mapping spiritual walk 我那些全部都有做过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 神就给我比较有蛮 那个时候就蛮成功 就是我跟你讲啊 当神祝福你 你就蛮成功 在你的事业都好 在你的灵界都好啊 你要很小心一点是什么 不要骄傲 我那时候就骄傲起来 骄傲的时候 圣经跟我讲 要小心 是你要跌倒的时候 Amen 那时候Dominic都是有在 我就 我就给一个假先知抓去 我跟你讲啊 我是一个律师 要保护顾客的 我是一个教会的领导 要保护阳情的 我给一个假先知 自己给一个假先知 骗掉 被他抓去 惨不惨 可悲不可悲 因为什么 我骄傲 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什么呢 我看见很多这些假先知 假老师 低级度在外面的 在教会的 他是我们教会的CAM的讲员 是以前我的牧师的牧师 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他爱上我 跟我的 财产 那个不是 我的主缘 然后过了那个CAM就 使人来找我们 我就给他 骗掉 什么事情发生呢 后来我就跟了他 一段时期了 不过感谢主 教会的领导 跟我的太太 没有放弃我 继续为我祷告 然后有一天在教会 一般人为我祷告 另外一般就用神的话跟我讲 我就醒过来 真是醒过来了 弟兄姐妹 我真是醒过来了 不过我醒过来了 好了 不过我不知道 我已经有 很多邪灵 已经进了我这个身体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 去了这个邪教 他就 有放了很多那些邪灵在我里面 然后我都是受到他那个咒诅 这些全部我不知道 我跟你想啊 那时候我飞到蛮高 那时候九十多年代的时候 然后一下子就好像 clash landing 这样就整个下来啊 我就整个人很奢望了 都是有这些邪灵捆绑我 有这些咒诅在我的生命 就搞到我差不多十年 十年站不起来 这个是我的历史 十年死死 没有方向 每一天起来 就上班 上班回来 没有那个 推动力了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我有一些决定在里面 我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我有一些咒诅 我跟你讲 我开始那个建筑的公司 做了一些工程 收不到钱 我有一个property的公司 买了一些property 卖不出 蝙不蝙 还有一大堆贷款要还的咧 是一个租主啊 以前不会的 那个时候发生 然后我看了点 在那个时候 我的分营出问题 我的健康都出问题 种种种种 在那个神念里面 后来感谢主 班川 苏邦教会 来介绍我们这个EG 问我们要学没有 他们就是刚刚学嘛 问我们要不要学 跟他们一起做 那是我跟你讲啊 我去的时候啊 是代表教会啊 领袖嘛 去学的咧 当他们赶鬼的时候啊 赶那些邪灵啊 我不知道你们相信没有啊 有时候我们里面都会有 我们开门给他们啊 好像我参加这个邪教啊 我就开门给他们 进来我的生命了 你不开门 邪灵进不到你的生命了 我自己开门 好 所以他们赶那些烏鬼的时候 我里面有 那边我里面那些都是要出来 所以讲好 要不要 要不要谦卑 还是顾面子 不行啊 我是领导咧 我去那边学的咧 我都需要做 那天我谦卑我自己 我跟那个牧师讲 你可以为我倒 你可以为我做吗 他们留下来帮我做 一赶赶八个出去 他们有算了我不知道 我发作八个出去 然后他就帮我撤断那些咒主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 所以那些 那个周主被撤断的时候 神给我一句话 在哈盖书 从今天开始我会祝福你 真是啊 我卖不到 卖不出那些 property 可以卖了 我收不到钱 那些建筑啊 我可以收了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开门 给一些切铃 透过苦度 透过惊怕 透过种种种种 如果你靠着耶稣 你躲在耶稣里面 决定动不到你的 除非你自己开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还是现在目前 你还是活在捆帮中 种种的罪的捆帮 你脱离不到 一路要犯那个罪 脱离不到 这个是一个sign啊 你一路有那个罪 你脱离不到 我不知道 你挣扎了几多年 我挣扎了几年 OK 我不知道你们有挣扎几多年 今天我要鼓励你 耶稣要释放你 你不需要像我这样 十多年给他绑死 十多年活在痛苦中 让他破坏我们的家庭 耶稣来是给我们生命 丰盛的生命 杀了魔鬼来 他是贼来的 他是来做什么 杀害 偷窃跟毁坏 你有没有看到 这些工作在你的生命 杀坏 毁坏 偷窃 如果有 是不是你有开门给他 不要让他再继续折磨你 好像他折磨我十多年 耶稣要释放你 耶稣要离止你 不要再等 Amen 你不需要痛苦下去的 耶稣不愿意看到我们这样 Amen 所以我要鼓励你 耶稣可以释放你 耶稣可以 测断一切的咒诅 OK 来我们继续看 这个是第三了 OK 第四是什么 来来我们继续断圣经来 请读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巴拉罕的福 因耶稣基督可以领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名 Amen 当耶稣掉在十字架的时候 你跟我的咒诅已经 他承担了 Amen 他已经承担了你的咒诅 他要给我们这次祝福 Amen 我们不需要再活在咒诅里面 我们要活在耶稣的祝福里面 OK 圣灵充满得到能力 这个都是蛮重要的 先生那些就接近你我们里面的问题 被遗致啊 有永生的生命被遗致被更新 然后有咒诅被撤断 然后有乌龟被赶出来 然后我们在这个Camp 最后那天我们都是为你祷告 让圣灵充满你 你需要能力 靠着圣灵继续去活出耶稣的生命 继续去奔跑那个 神所准备你前面的路 要完成那个赛跑 你需要圣灵 Amen so 大家有圣灵充满吗 有吗 有哈 要肯定了哈 我跟你讲 我先先就认为我有圣灵充满 大家都有啊 如果没有就是很拍写嘛 所以大家有讲方言 我就学一歌出来 就照讲 有真是圣灵充满吗 我自己知道啊 别人不知道知道没有 摩哈都每一次只是 哈 就后来 怎样知道有没有圣灵充满呢 我还是我带那个小组啊 我带那个小组 我越带啊 越没有人哦 哈 哈 带到 最后是我跟 我的 我的副组长 那副组长是那个什么名料 哎呀 那是个 后来开会哦 组长会议 这牧师跟长老一起 要调论嘛 你们的家族搞到怎样啊 好吗 有什么问题啊 你知道我的副组长指正我 我们的家族搞到这样啊 是因为组长的问题 哈哈哈 他讲我咧 他讲我咧 我的家族 我们的家族搞到没有人 是因为我们组长答案默化的问题 哈哈哈 生气不生气 哇 有事 你要是讲我咧 没有给面子我 讲狗人在他面前讲我 哇 在我的牧师 在我的长老面前 哈哈哈 我那时候醒基督徒嘛 不久嘛 哈 面子的问题啊 后来我回去 我真是蛮生气 回去后来祷告 神真是指正我啦 我真是没有什么 为神啊 那时候顾着赚钱嘛 没有什么为神 哈 我们需要为神 神知道我们的心了啦 哈 他给你大大的圣灵充满 为了什么 给你自己爽一下 哇 充满啊 赞美金拜很紧爱 是什么 你都不为神 给你爽啊 不是啊 Amen 那个五神节的时候 那一百二十个门徒 他们不知道要等在哪里 几时的咧 他真是相信耶稣 真是在那边等 等到圣灵降临 等几久不知道 不过他们 为神 我们question不到他 他们真是为神耶稣 忠心于他 Amen 耶稣是看他的心 那时候我会改 后来圣灵真是充满我 后来我的那个家族 最快成长了 在教会 很快 Amen 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 得到能力 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自己爽啊 不是为了要高指自己啊 为了要完成那个大使命啊 Amen OK 所以我们大家都需要了 OK 所以我跟你讲啊 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 你来到这个Camp 我们就好像做你 好像Dr.Guan帮你做一个检查 这样 做一个X-ray 这样看你里面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内伤 有没有脚灵 是啊 我们帮你做一个Diagnosis啊 做一个X-ray啊 做个调查 Amen 如果哪里有伤 我们要帮你医治 叫耶稣医治你 然后 有乌龟 要耶稣要帮你赶走 Amen Amen 好 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啊 最后就是这个了 耶稣在来的时候 OK 这个耶稣在来的时候 他就建立他的国在地上 然后耶稣来的时候 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一个不会毁坏的身体 一个可以永远活着的身体 没有病痛的身体 OK 好 来 请读一读 来 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 必死坏的不能承受不死坏的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瞬间 杀眼之间 浩角莫视吹响的时候 Amen OK 这个不用讲了 这个 OK 最后了 西部来书十二章第一节 来 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 我们就要放下一切的重担 摆脱容易缠绕我们的罪 以坚忍的心奔跑我们前面的赛程 Amen 所以基督所讲到我们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一个赛跑 所以基督所讲到我们要 要丢掉什么呢 残累我们的罪 就有时候 残累我们的罪是好像一个锁链这样锁住你 你要跑你跑不动 好像你自己锁到锁链了 你要跑又给它拉回 你要跑又给它拉回 所以你要赛跑你先要解决这个锁链 就是刚刚我们讲了 有可能你是受伤了 你跑不动 有可能你被罪的捆绑 有一些切铃 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咒诅 你正式给它捆绑 就在剪腰 所以你要开始赛跑 你就需要处理这个 如果不是你跑不动 Amen Amen 所以今天我做介绍 如果要 可以要求我们国度的团队 我们可以帮你做一句 OK 我们可以帮你做一句 所以下个月我就会继续分享 我们要得着一些什么 我们要尽力追求一些什么 下个月我会跟你争强 我们要追求一些什么 耶稣要给我们一些什么 Amen OK 所以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OK 来 来 关 请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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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团 来为我们唱首歌 Amen Hallelujah 因爲omic 来 cuik兄这asta 来往我们站立起来 让我们唱首歌 如果你要回应上帝 你可以回应啊 我们的讲言单华 EF itations 今天晚上的信息是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前辈的福音 前辈的经文 Amen 哈利路亚 主我停摆你 是的哈利路亚 散开在你的面前 依修这边需要带到掌上前来 主我停摆你 呼呼你老做全静摆你 我们一起唱好吗 主我停摆你 耶稣哈利路亚 散开在你的面前 但是要等到医治的到掌上前来 主我停摆你 呼呼你老做全静摆你 耶稣哈利路亚 耶稣是释放的军王 耶稣是医治的上帝 弟兄姐妹 不要怀疑被摆被魔鬼困犯 不要再被我们最残累 我们今天就要被释放 因为想起来就是要释放我们 哈利路亚 耶稣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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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星期里面他们要做的这样的 上帝气的你来掌管上帝 哈利路亚 你的孩子是蒙福的 你孩子是被医治的 你孩子是被释放的 你孩子没有再咒诅哈利路亚 你孩子是被圣灵充满的 他们有丰盛的生命 上帝领导他们带领他们 使他们生命得着你的同在 使他生命得胜有余 使他们生命完全不一样 成为世界的光 世界的眼 不塞手 你魔鬼的侠子 谢谢你耶稣基督帮我们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